我被暗恋两年的女生霸凌了 她日常打骂我我不还口 她纵容男友欺凌我我不还手 所有人都以为我爱惨了 她包括林书英自己 可是后来当我和她妹妹而一起时 她却封了班质问我道 你告诉我这是假的对不对 而我转身拉起她妹妹的手 笑得梁博你怎么配跟她比 我是邻家寄人篱下的资助生 高二那年我父母而一场车祸中丧命 家里还没还清贷款的房子 被银行回收我无家可归 这时一个姓林的男人找上门来 说我父亲曾经救过她女儿一命为了报答我们家 她会把我带到林家并支付我而高中的生活费 我同意了 本想安稳地度过我的高中生活 然而林家大小姐林书英不知什么时候盯上了我 每天和她的小跟班以欺负我取乐 我知道自己得罪不起她们 于是我只能忍 再忍半年忍到高考结束就可以了 今天是林书英妹妹归国之日 林家特地而主家别墅里举办了一场聚会 来的大多是学院里的同龄人 我而学院没有朋友 也时而容不进这些少爷小姐的圈子 于是便准备拿本单词书找个角落背诵 谁知我刚走到室外就被一伙人盯上了 为首的那个我认识是我们学院的校草 林书英的绯闻对象兼白月光裴青瓷 她似乎极为讨厌我 甚至到了而路上看见我 就要嘲讽我一波的程度 我低下头不想与他们起正面冲突 谁知裴青瓷却让附近几个男生将我包围起来 让我无法离开 她双手插兜朝我冷笑道 承简听说你今天又去勾引我女朋友林书英 和她搭话了我抬头指示她 不卑不亢道我从没做过这种事 裴青瓷却不由分说地给了我一拳 她朝旁边的男生甩了一个眼色 那个男生立刻拽住我的衣领将我拖到泳池边 她阴侧侧一笑贫困声你见不见了 英姐已经是我们瓷哥的女朋友了 你还要不知廉耻地去找她搭话 我挣扎着想要让她把手松开 她却一把将我推下泳池 一正词言道词歌星善 让你去泳池里反思五分钟再回来快滚下去吧你 我没学过游泳只能而水里狼狈地扑腾着 动着动着我感觉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 眼皮也越来越沉重 裴青瓷终于让人把我扯了上来 我站而原地浑身湿漉漉的滴水 周围是各种各样异样的目光 裴青瓷笑了泳池水喝够了吗 不够的话我还能再让你体验一次 她说着说着就要朝我动手 这时一道冷若冰霜的女生从旁边传来够了 一个带着金丝筐眼镜的高条女生走了过来 我认得她她就是林书英的妹妹林昼雪 林昼雪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脸色阴沉地望着裴青瓷 你们儿干什么裴青瓷明显有些尴尬 她打着哈哈道我们就是跟这个废物 跟她玩玩而已 林小姐你不用放而心上 哦林昼雪一脚把裴青瓷踹到泳池里 笑得斯文我也是跟你玩玩 她的小跟班们都惊呆了 林昼雪转身就走 走了几步后她回头看我发现我还站而原地 但升到还不走 我愣了一秒急忙跟而林昼雪身后 看着她的背影我心情复杂 传闻林家二小姐性格阴晴不定 甚至脾气比她的姐姐还要差 初中和人发生争执时 还差点失手把这人捅死 因此一般的豪门子弟都不敢轻易惹她 我也有点怕她 林昼雪把我带到换衣间里 递给我一条干毛巾 严谨一该擦擦我急忙拿了过来 中间不小心和她细腻血白的指尖相处 浑身一颤差点把毛巾扔掉 林昼雪就这么盯着我也不说话 被一个女生盯着擦衣服 我感觉哪哪都别扭 拿着毛巾随便朝自己身上抹了几下 就准备把毛巾扔掉 林昼雪却突然出声等等 我啊了一声发现她突然凑了过来 那张精致冷艳的脸庞突然离我好近 近到我能看到她脸上纤长的眼睫毛和柔软的嘴唇 于是我下意识偏过头去用手挡了一下 然而林昼雪只是动作轻柔的帮 我把头上不知何时落下的树叶拿掉 看到我的反应她神情莫测成茧 你以为我要打你 我盯着她手中翠绿的树叶 有些尴尬的抿了抿唇 林昼雪里了驴耳边的碎发 看起来有些烦躁 裴青瓷他们经常欺负你是吗 我问了一声 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林昼雪抿了抿唇 又从架子上拿了条干净的毛巾 点起脚搭而我湿透的头发上 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 成茧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就来找我 我下意识顺从地点点头 然后突然反应过来她刚才的话语 林昼雪见我呆呆地没什么反应 又补充了一句我救助而你隔壁的隔壁 她明明不凶甚至可以算得上温柔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鼻子一酸 发丝上的水珠也滴落到衣领上 我连忙用手胡乱抹了抹 才发觉我脸颊上也有 一片湿润 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欺负惯了 突然来了个人关心我 我整个人情绪一下子崩溃了 看到我的眼泪 林昼雪原本有些无所谓的神情 瞬间凝固了 她抽出一张纸巾 小心翼翼地沾了沾我脸上的泪珠 她叹了口气道 刚才被人欺负都没哭现 而搁我这儿哭了 怎么碰瓷啊 我勉强扯出一个笑容道 林昼雪谢谢你 不客气我见不得别人被欺负 林昼雪拍了拍我的肩膀 也笑了起来我送你回房间 早点休息吧 和刚才冷脸的样子不一样 她笑起来眼睛弯弯地 有一种冰雪融化的感觉 真好看啊 我盯着她看了半天 突然觉得这样很不礼貌 连忙低下头去 不过这些天的坏情绪 顿时一扫而空 我露出了一个真心实意的笑容 再次重复道好的谢谢你 今天是周末 不用上学 我难得睡了个懒觉 吃完早饭后 我从房间里 抱出一罐漂亮的纸星星 捏手捏脚地来到林昼雪房门口 思来想去 我真的很感谢她 昨天为我解围 但是嘴上的谢谢太苍白 于是我想把这罐 我折了三个月的纸星星送给她 我想抬手敲门 又怕林昼雪还没睡醒 自己打扰了她 于是而门口愁出了半天 这时一道漫不经心的声音 从我背后响起 成俭大早上的作贼啊 听到这熟悉的 令我恐惧的声音 我的脸色立刻苍白了起来 林舒英双手还胸 以而楼梯上懒懒地看着我 衣服还是昨天那套红裙看起来 刚从外面回来 她分明是笑着的笑意 却没有达到眼底 我不敢看她随便应付一声 就想抱着我的罐子 回到房间 林舒英却跟了上来 一把将我的罐子夺了过去 她端详半赏 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哟 这么多纸星星是要送给谁啊 如果我没看错你刚才 站在林昼雪门口吧 可惜啊 她一大早就出去了 林舒英打开罐子 拿出几个纸星星 捏而手里把玩着我 变了脸色还给我 文言林舒英的笑意 一下子凝固而脸上 她的表情一下子充满力气 承捡昨天的账 我还没有找你算呢 听说林昼雪为你出头 将裴青瓷踹到了水池里 你挺有本事啊 我下意识辩解到 是裴青瓷先针对我的 林舒英缓缓逼近我 肯定是因为你先做错了事 再说你怎么敢跟她相提并论 五颜六色的纸星星 从我头上散落下来 又缓缓掉而地上 被林舒英手工定制的 玛丽针鞋毫不留情地碾压 就像我的自尊一样 林舒英随意地将罐子甩而地上 还留下了一句阴阳怪气的话语 不会吧你不会真以为 林昼雪一个私生女能护住你吧 承捡你真天真啊 她吃笑着回到房间 重重地关上了房门 我默默地从地上捡起罐子 又弯腰把纸星星 一个一个重新装到罐子里 看着那些已经变形的纸星星 我有些失落地 看向林昼雪的房门 这些漂亮的纸星星 已经脏了配不上她 没关系我重新叠就可以 历日延延我正坐 而树底下看书 卫书呆子随着一声 漫不经心的轻笑 一只口红从远处向我砸了过来 精准地落 而我的手腕上 窝抿了敏唇看向来人 林舒英嘴角挂着一抹温柔的微笑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道 成前体育课还看书学习 你装不装啊 我不是很想理她 然而刚重新低头看书 林舒英身后的小跟班之一 就大步走了过来 一把夺过了我的笔记 递给了林舒英 小跟班讨好的看着林舒英 语气缠媚 英姐这男的居然敢无视你 真是胆大包天 要不要姐妹几个给她一点教训 林舒英轻描淡写地点了点头 文言我猛地站起来 想伸手夺回这本属于我的笔记 小跟班却对我扬起一抹 充满恶意的笑容 将笔记扔给了旁边的其他人 几个女生像抛皮球般 把我的笔记抛来抛去 我怎么拿也拿不到 林舒英就站而一旁 冷眼看着我狼狈的样子 似乎是看够戏了 她出声阻止了那些小跟班 然后慢条思理地向我展示了一下 那本笔记 我的心顿时凉了 果然林舒英当着我的面 从我封面的名字开始 一张张把我记过的笔记撕碎 她英纯微张吐出几个儿 我听来残忍万分的字眼 成简英语这么简单 你居然还要记笔记 由于我有厌蠢症 所以特地来帮你一把 不用感谢我 林舒英家里有钱 经常请一对一的家教补习 还经常出国旅游 而我是两年前 才转来这个贵族学校的 英语基础相比别人弱了一大节 只能更加刻苦努力地学习 临近期末考试 这本我连续记了一个月的笔记 就这样而林舒英的手里 被撕得粉碎 我低着头脸色 而树影里会暗不明 今天是裴青慈的18岁生日 林舒英为了让她开心 一个月前就派人布置聚会的场地 让其变成裴青慈喜欢的样子 裴青慈邀请了所有童年级的学生 来参加她的生日聚会 尤其指名道姓让我参加 我只能硬着头皮道场 裴青慈一看到我就搂住 林舒英的腰 低声问道音音 你觉得是我帅 还是那个贫困生帅啊 文言林舒英轻力地靠 而裴青慈怀里 轻蔑地看了我一眼道 阿慈他怎么配跟你比我 顿时握紧了拳头 到了送礼物的环节 由于所有同学都把礼物 放而了礼物区 因此裴青慈要按照顺序 一个个拆开 我准备的礼物是一对袖扣 这是我花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买的 虽然和其他同学送的各种高奢 比起来不算什么 但送出来也勉强过得去 结果裴青慈拆完了全部礼物后 又提到了我的名字 贫困生你难道没有送我礼物吗 我明明亲手把礼物放而第一排的 结果我过去翻了一遍 发现并没有我精心包装过的那对袖扣 裴青慈一脸不高兴 今天本少爷的生日 你居然敢不送我礼物 我立刻解释 我很早就放了 不信你可以查会场的监控 裴青慈还没说话 林淑英先一脸厌恶地看着我 你的意思是 阿慈他冤枉你 我本来还想解释 但看着其他人鄙夷的样子 突然感觉很无力 反正林淑英和裴青慈 本来就是找茬儿 我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我的 礼物找到了 这时身后的人突然递出来 一个印着我名字的礼物袋 里面是一个破旧的玩具车 怎么会而礼物带领 而裴青慈看起来很生气 他朝我挥了挥拳头道 贫困生你送本少爷这么破的礼物 是瞧不起裴家吗 我还未开口 林淑英就先温柔笑道 阿慈今天是你的生日不 要动气这件事让我来处理吧 随后他当着我的面 直接一脚踩碎了玩具车 语气冰冷成简听说 今天也是你的18岁生日 阿慈心善就不为难你了 他话风一转指着玩具车恶劣道 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你可要收好了 看到这一幕我呼吸急促 感觉心脏随着玩具车 一起被割成了碎片 对啊 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 可是你们为什么 要这么捉弄我呢 我整个人都浑浑噩噩的 连自己什么时候 跑到大街上都不知道 等到清醒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 已经坐而了公园的长椅上 委屈愤怒 无力种种情绪 而我心间起伏不定 我甚至有了轻生的想法 笑而我的目光 投向一旁的河流时 面前突然多出了一只 白皙心柔的手 我抬手望向这只手的主人 灵皱雪穿着运动服 把我从长椅上拉了起来 难得温柔成俭 我带你回家 我一脸迷茫 到我的玩具车没了 灵皱雪没听清楚 她弯腰凑近我什么 能再说一遍吗 我只想把心里的郁闷 全都发泄出来 因此把事情经过 全部告诉了她 还把手机里 我小时候和玩具车的 合照给她看 灵皱雪沉默半晌 告诉我知道了 先回家睡觉吧 听到这句话 我才惊觉 自己刚才是多么幼稚 像是个放学后 跟家长告状说 别人欺负我的小朋友 而且就算我跟她说了 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知道灵皱雪 而灵家的日子 也不好过 我觉得有点丢脸 于是默默地跟着她身后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 第二天早上 我一醒来 便看见床头柜上 多出来一辆一模一样的玩具车 旁边还附着一张便条 迟来的生日礼物 我整个人都懵了一瞬 然后立刻爱不释手地 拿起玩具车 那种惊喜见过了后 我才开始细想 这是谁送我的玩具车 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张 清冷的脸庞 灵皱雪 我立刻打开房门 想拿着玩具车去找她 结果灵皱雪的房间里 空无一人 又出去了 正当我有些失望的时候 楼下两个用人闲闹的声音 断断续续传了出来 二小姐昨天那么才晚回来 怎么今天那么早就出去了 可能是不想见到大小姐吧 昨晚他们打电话的时候吵架了 我第一次见到二小姐 这么生气的样子 听到灵皱雪的名字 我又止住脚步 打起精神 而楼梯口悄悄听他们聊天 我知道偷听别人说话是不对的 可是我忍不住 今早听司机说 二小姐大晚上的 让她开车去各大商场 还特地一家店一家店的找 我还以为要买什么贵重物品呢 结果就带回来一辆普通的玩具车 二小姐自从出国以后 性子大变 也是可怜了 得知灵皱雪 而凌晨跑了半个城市 就为了帮我买一辆 一模一样的玩具车后 我心情十分复杂 我突然记起来了 今天是那位的生日 二小姐大早上的是去祭拜了吧 哪位 二夫人啊 原来 今天是灵皱雪妈妈的祭日 那她心情一定很低落吧 我回到房间里 满脑子都是灵皱雪 醋眉忧伤的模样 虽然我没看过她难过的样子 但是一想到有这种可能性 我也跟着十分揪心 书桌上的玻璃罐里 有着崭新的 叠了一半的纸星星 我决定今天就把它叠满 提前把这个礼物送给灵皱雪 从上午一直叠到下午 我揉了揉发酸的手腕 感觉十分开心 我却突然记起来我没有她微信 于是我写了张纸条 正面是我对她的留言 希望你能够天天开心 而反面则是一串英文字母 这是我的微信号 我不好意思主动问她 想借这样的方式掐她微信 把玻璃罐和纸条 小心地放到灵皱雪桌上后 我回到了房间 没过多久 我听到了别墅外的汽车声 难道是灵皱雪回来了 而两分钟后 我的微信上 弹出了一个好友申请 备注灵皱雪 我紧张地按了同意 对面立刻发过来一张 玻璃罐的照片 还发了个问号 我思考了一下 回她 谢谢你送我的生日礼物 这是我亲手叠的纸星星 很早就想送给你了 灵皱雪很快回复 好的 似乎是觉得这样太冷淡 她又接了一句 纸星星很漂亮哦 我回了一个羞涩的表情包 虽然灵皱雪没有再回复我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仍然无比缺远 这天 我路过隔壁班教室时 突然发现一张 颇为熟悉的面孔 灵皱雪 昨儿倒数第二排 她戴着金丝筐眼镜 正儿记笔记 看起来很认真 我第一次 而学校里见到她 忍不住盯了她一会儿 灵皱雪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转过头来 看到我 她站起身 从教室后门走了出来 灵皱雪主动道 程姐 找我有什么事吗 其实并没有什么事 但我迎着她的目光 下意识脱口而出 我能跟你一起回家吗 灵皱雪愣了一下 然后笑着点点头 当然可以啊 她思考了一下道 你们班的老师 好像都比较会脱膛 你收拾好书包 就来教室找我吧 我安静地点了点头 临近放学 班主任公布 上次摩考的成绩 我的成绩 一直都不是很好 被她儿教室 单独留了下来 一同留下来的 还有灵书英 当然 她是作为对照组 班主任先是夸了 灵书英一顿 又讽刺了我一番 她阴阳怪气道 程姐听说你借助 而灵书英家里 有这么好的条件 要好好利用起来啊 都说笨鸟先飞 我看你不仅笨 还不勤奋 难怪不仅比不过灵书英 连普通学生都比不过 班主任训斥了我半天 灵书英终于开口了 她戏谑地看着我 程姐 你成绩这么差 说出去也丢我家的脸 本小姐就勉为其难帮你 她话还没说完 教室的门就被敲了敲 灵书英走了进来 她很有礼貌地对老师说道 老师 能给我看看 程姐摩考的成绩单吗 班主任愣了一下 把成绩单递给了她 灵书英简单地扫了一眼 然后朝班主任笑了一下 她成绩不算好 但也没有差到 要被老师单独留下来的程度 老师您真是太敬业了 听出她的弦外之音 班主任脸色不是很好 灵书雪又扭头 直视灵书英 轻飘飘地抛下一句 程姐我会亲自扶导的 不会让她丢我们灵家的脸的 姐你还是把时间 分给你的小男友吧 听说你俩最近而闹分手了 她拉着我离开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 灵书英脸色很是难看 难得看到她吃憋 我心情有些愉快 下楼梯的时候 不禁笑出了声 灵书雪看了我一眼 唇角微勾 温柔地吐出两个字道 偏刻 她短短两个字 一下子让我惊声 我想了想自己的数学成绩 支支吾吾道 好像 确实 优点 哦 灵书雪眨了眨眼睛 拖长调子问我 真的只是优点吗 我哪敢说话 灵书雪看我心虚的样子 忍俊不惊道 你寒假有空吗 我们一起学习吧 嗯 灵书雪真的很温柔 明明是帮我补习 她却说的是 我们一起学习吧 于是我朝灵书雪 露出一个灿烂无比的微笑 好 这下却换成灵书雪 待住了她亚然道 成俭你居然也会笑 我懵了一瞬 这是什么话 灵书雪点起脚尖 捏了捏我的脸颊 无比自然地说 成俭你笑起来这么好看 以后要多笑笑呀 不要老是苦着一张脸 虽然灵书雪很快就松开了手 脸颊处被她捏过的地方 却还是一片滚烫 我不知为何有些脸红 但还是强装镇定道 嗯 我知道了 期末考试一结束 我便迎来了寒假 灵书雪很手信 假期里每天都帮我辅导 几乎和我寸步不离 这天 她下午有事出去了 留下几张试卷让我慢慢写 我都快把卷子写完了 灵书雪才回来 她随意翻阅了一下试卷 问我 成俭 你洗过澡了吗 我 摇了摇头 灵书雪让我先去洗澡 她简单判断一下 我的做题正确率 然而 等我再次出来的时候 灵书雪居然趴儿书桌上睡着了 我凑近了一些 看到她眼下淡淡的乌青 灵书雪这几天好像很忙 整个人总是一副 有点疲倦的样子 我知道她明明 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却依旧会抽出时间 帮我补习 灯光撒而灵书雪 田径的侧脸上 让她整个人 看起来愈发温柔 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 将她散落的头发 捋到耳朵后面 灵书雪忽然睁开了眼睛 我们四目相对 距离一下子变得很近 我一瞬间愣住了 都忘了要松开手 灵书雪也安静了几秒 我们两个人就这样看着对方 谁也没说话 片刻后 我松开有些僵硬的手腕 而灵书雪也若无其事地抬起手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她重新戴上金丝框眼镜 翻开试卷 还是像往常那样给我讲题 但我却发现 她的耳锤悄悄变红了 我的也是 这天晚上 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一道陌生的男生响起 请问是成俭先生吗 您的朋友灵书雪喝醉了 能不能过来接他一下 灵书雪今天确实一大早就出去了 道谢儿都还没有回来 而我下午发给她的微信消息 她道谢儿都没有回复 没有多想 我匆匆来到酒吧 推开指定的包厢门后 我才发现里面根本没有灵书雪 只有灵书英和她的狐朋狗友 我转身就想走 却被她眼尖的狐朋狗友推了进去 因为这一个月 我都和灵书雪待儿别墅里 灵书英别说来欺负我了 她都不怎么回来了 问她们 灵书雪呢 不是说她喝醉了吗 坐我旁边的男人嬉皮笑脸 英姐说了 直接报她的名字 你是不会来这里的 报她妹妹的名字才有用 她推了我一把 我猝不及防 直接到而了灵书英身上 灵书英好像喝醉了 她窝而我怀里 柔软的胳膊紧紧地搂住我的腰 脸颊而我肩膀旁边乱蹭 说出来的话也像撒娇一样 成俭哥哥 我好难受啊 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 都开始起哄 而我只感觉反胃 头脑一热 我一把将她推到了地上 包厢内所有的调校声 都一下子戛然而止 灵书英抬眼 似是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她脸色阴沉 声音尖锐道 成俭 你居然敢推我 她恼怒之下 一下扑向我 然后重重地甩了我一巴掌 我不躲不避 脸上一下子出现了巴掌印 灵书英一把拽住我的领带 笑得很是甜美 你不会以为你爹以前救过我 就会成为你的免死金牌了吧 我告诉你 你能不能带着灵家 能不能带着血缘 就是我一句话的事情 她话还没说完 包厢门又被推开了 灵书英冲了进来 直截了当地给了她一巴掌 灵书英被打懵了 周围人想过来制止 却被灵书英带来的保镖 给拦住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 不要动她 灵书英把我从地上扶了起来 冷冷地看着她 你既然敢动她 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我站而灵书英身后 只觉得她单薄坚定的背影 与泳池那天重叠 她又一次从天而降救了我 灵书英终于反应过来 她捂着脸颊 歇斯底里大好道 灵书英 你不会真以为 你一个私生女 而灵家有地位吧 看来是我之前 对你的几分客气 让你认不清自己 有几斤几两了 灵书英笑了 她重复了一遍 私生女 我从没有见过 她那么具有攻击性的样子 灵书英一把抽出报告单 甩而灵书英头上 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你连老头子的种都不是 还妄想跟我争灵家的家产 老头子被你那小三妈迷昏了头 董事会的眼睛可是雪亮的 灵家的财产 自然只能由我这个灵家女儿来继承 灵书英一下子脸色惨白 灵书英对保镖别了的手势 然后主动牵住我的手 离开了包厢 只留下其他人敬畏的目光 和灵书英崩溃的 尖叫声 她的手柔软但微凉 我忍不住攥紧了她的手 还疼吗 灵书英拿着棉签 给我脸颊上药 动作轻柔 我呲牙咧嘴 不疼了 灵书雪弯了弯嘴角 我问她 你怎么发现我去了酒吧 我回来的时候 发现你人不儿 手机也没带 刚好灵书英的朋友 发了条朋友圈 我认出里面有你 就顺着地址赶过来了 哦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灵书雪歪了歪头 看着我 程姐 对于今天的事情 我很抱歉 要不是他们假借我的名义 你也不会过去 我连忙摆手 没事没事 是我担心过头了 忘了你根本不会喝酒 再说了 我一个男的皮操肉厚 只不过是被扇了一巴掌而已 没关系的 话说出口 我们俩都愣住了 灵书雪喃喃自语道 担心 我妈 她突然揉了揉太阳穴 势然一笑 我知道你的故事成简 想不想听我的故事 原来 灵父和灵母 是青梅竹马 并且从小定下婚约 结果灵父儿即将成婚前 遇到了自己的白月光 也就是灵书英的妈妈 灵父瞒着灵母 私下偷偷包养白月光 甚至白月光 比灵母还早怀孕几个月 而灵书雪五岁那年 灵母发现了这件事情 她坚持要离婚 把灵书雪带到了国外生活 而灵父如愿取了白月光 还把灵书英 接到灵家生活 对外宣称 她是灵家大小姐 灵母去年而国外病逝 死前她告诉灵书雪 离婚真相 让她不要再去接触灵家 灵书雪却不甘心 觉得自己一定要为母亲争口气 把灵家的财产全部夺回来 而这半年 灵书雪经过多方调查 终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灵书英甚至不是灵父的孩子 但她深爱白月光 将灵书英视如己出 并且把这件事瞒得很好 灵书雪拿到证据后 直接捅到了灵家主家那边 灵父乱来 但是灵家主家很注重血脉 因此直接指定了灵书雪 为唯一继承人 听完整件事后 我终于理解了灵书雪 为什么总是看起来这么疲倦 她身上背负的压力一定很大 灵书雪自嘲一笑 你所看见的 外表光鲜亮丽的豪门世家 其实背地里全都是烟杂式 我第一次否定了她 不完全是 灵书雪呆呆地看着我 嗯 就比如你 我勾了勾唇角 你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你温柔坚强 敢爱敢恨 我能想象到的世间最美好的词语 都可以咏在你身上 文言 灵书雪眨巴了一下眼睛 她尾音上条 看起来非常可爱 你 你这事儿夸我吗 我小声道 这不是夸赞 我认为我只是说出了事实 灵书雪脸红了 认识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她轻声回应我 你是最好的 没有之一 时间过得很快 我每天沉浸于学习之中 浑然不觉已经快要高考了 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摩考 学校带高三的同学去庙里祈福 虽然贵族学院的同学 大多已经安排好了去路 高考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但大多数同学都还是决定来凑个热闹 车上 我听见旁边的同学儿闲聊 哎 你有没有觉得 好久没有看见林书英那些人了 哇 你居然不知道原因 我以为这件事闹得挺大的 我立刻竖起耳朵 仔细想想 确实好几个月梅尔班级里 看到过林书英了 林书英不知道为什么开学时火机很大 天天带着她的小跟班找茬儿 然后不是被校方警告了吗 听说她觉得这件事很丢脸 大半夜带着她男朋友 裴亲此处去赛车 结果完嗨后翻车了 两个人双双骨折 而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 虽然他们也不需要高考 但这件事就是很好笑啊 哈哈哈哈 实话说我早就看不惯这群人了 听完全诚的我这很难评 我把书本盖儿脸上 尽量不让自己笑得太大声 林书雪注意到我的动静 她摘下耳机 问我你运车了吗 我摆摆手 问她林书雪 你高考后还会出国吗 林书雪看起来有些犹豫 我还没确定 哦 我看着窗外美好的风景 有些期待 如果你不打算出国的话 明年春天能跟我一起放风筝吗 林书雪敏唇一笑 当然可以 我举起手指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她跟着我的动作承诺道 好业一百年不许变 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 林书雪迎来了她的十九岁生日 林家主家特地给她举办了隆重的生日宴 我知道 今天林家要当众宣布林书雪的继承人身份 因此我拒绝了林书雪的邀请 她今天肯定会很忙 我不想她因为我分神 林书雪多次邀请失败 最后只好改口 说晚上会来接我一起吃晚饭 而我偷偷做了一桌子菜 还亲手制作了一个生日蛋糕 想给她一个惊喜 结果到了晚上 林书雪给我发了一条微信消息 老头子太有病吧 居然想给我订婚 配图是一张高档餐厅的照片 她周围有很多穿着高定礼服的人 旁边还有一个挺年轻的帅哥 估计是林书雪的订婚对象 我满心的憧憬突然消失了 只剩下迷茫 林书雪没再给我发消息 我坐儿餐一上 盯着满桌子的家常菜 开始发呆 我没有吃饭 此时竟然也察觉不到饥饿 不知道做了多久 我看了眼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十一点 我抿了抿唇 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 因为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而期待什么 抑或而失望什么 于是我站起身 想要把这些没人动过的菜给收掉 结果我的手刚碰到餐盘 客厅的灯就忽然亮了起来 林书雪清脆的声音响起 怎么不开灯 她的目光投向我 然后声音渐渐变大 程姐 你怎么不告诉我你居然做了这么多菜 我而原地一动不动 想要解释 却又因为紧张而磕磕绊倒 一不小心 我就做多了 林书雪成了晚饭 而餐厅旁坐下 开始吃饭 我后知后觉地阻止她 别吃了 都冷掉了 林书雪瞥了我一眼 笑得很狡猾 我就要吃 怎么了 她吃饭速度挺快的 吃完后又要吃蛋糕 我把蜡烛点燃 又把客厅的灯关了 让她许愿 林书雪闭上眼睛 我看着她鸭鱼般的睫毛 原本平静的内心突然随着蜡烛 一起被点燃了火花 接下来 林书雪吃了我亲手制作的蛋糕 我一脸期待 好吃吗 她回了两个字 难吃 紧接着她又吃了一块蛋糕 我有些生气 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 突然把奶油 抹到了林书雪的脸上 她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做 也就站而原地 没有躲避 我低头凑近她问道 难吃为什么还要吃 林书雪没说话 她原本清冷的脸庞 抹上奶油后 突然变得有些软萌 我又重复了一遍 还喊了她的全名 林书雪 难吃为什么还要吃 林书雪笑了一下 她舔了舔嘴角的奶油 又从蛋糕上刮下一块 抹到我的脸颊上 程简 你明知顾问哪 她突然上前一步 抱住了我的腰 然后努力点起脚 而我耳畔柔声道 因为奶油很甜 我很喜欢 我突然近距离 跟林书雪接触 整颗心怦怦直跳 于是我强装镇定 颤抖着问她 除了这个 你还有别的喜欢的吗 问出这个问题 我脸热得不行 但是林书雪却放开了我 目光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她一脸冷静地说 目前还没有 我有些失落 如果林书雪 能喜欢更多就好了 比如 我 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后 我失眠了一夜 我看了一晚上 亮闪闪的星星 终于确定了一个事实 我喜欢林书雪 喜欢上了林家 温柔可爱的二小姐 田志愿那天 我问林书雪 你准备而国内读书 还是准备出国呀 林书雪说 她还是不太确定 她犹豫了一下 问我 如果我选择去国外留学 你会很失望吗 我摸了摸她的脑袋 哄道 当 然不会 林书雪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虽然从情感角度来说 我更希望林书雪 能留而国内 最好和我上一个大学 但综合评判 林书雪 她几乎是 而国外长大的 再加上她以后 要继承林家 所以事实上 去国外留学 更适合她 我爱她 所以希望她变得更好 我希望她能张开羽翼 自而翱翔 而不是被路边的野草所牵绊 从而被迫停下脚步 开学前一个礼拜 沉寂已久的林书英 又出现了 我正儿打游戏 林书英却突然闯了进来 而我脸上猛地亲了一口道 承简 我喜欢你 做我男朋友吧 她身后的那群狐朋狗友 手持荧光棒 开始起哄 答应她 答应她 我惊呆了 林书英又开始自言自语 承简 我承认自己以前是做错了 对你态度很差 其实我只是不懂 该如何爱一个人 想吸引你的注意力而已 这次我儿医院躺了三个月 做了无数个失去了你后的噩梦 我才清楚地认识到了我的内心 承简哥哥 你以前任由我欺负 从来不反抗 相信你心里也是有我的吧 我淡淡地看着她 像是透过她的脸庞 看到了那里丑恶的灵魂 你想多了 我永远不会爱上施暴者 我承简还没有这么见 林书英急了 她搂住我的胳膊 你是不是嫌弃我以前有过男朋友 其实我不喜欢裴亲慈 她太幼稚了 我已经解除跟她的婚约了 我只是想利用她来让你吃醋而已 我有些烦躁 松手 林书英不依不饶 除非你已经有对象了 不然我是不会松手的 我向她举了举手上的情侣手表 看到了吗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林书英瞪大眼睛 是谁 我没有说话 想转身上楼 林书英跟着我身上 突然用很奇怪的语气 一字一顿道 你别告诉我是灵咒雪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 看到我的反应 林书英更加刻薄道 哟 我就说灵咒雪这个神经病 怎么从一开始就这么护着你 原来你们两个早就搞上了 而且林书英没告诉你 她已经有订婚对象了吗 哈哈哈 她还要和她对象一起去国外留学呢 不想和她起更多争执 我匆匆离开 却猝不及防 被林书英从后面一把抱住 她语气哽咽 疯了般质问我道 你说话啊成俭 你告诉我 你不喜欢林书英 这是假的对不对 你明明喜欢我 你从一开始喜欢的 就是我林书英 文言 我一根根掰开她的手指 笑得无比杨薄 林书英 你怎么配跟她比 她正儿原地 却仍然不死心地大喊道 你们阶级差距这么大 是没有未来的 放弃吧 我关上房门 盯着手上的情侣手表发呆 这是我用一个暑假的兼职钱买的 一只带而我手上 另一只带而林书英手上 林书英出国前 我骗她 这是我专门给她挑的开学礼物 是专门的女款 其实这是情侣款 就让我卑劣这么一次吧 春天到了 今天风和日丽 我一时兴起 决定去公园放个风筝 这半年 我和林书雪还保持着联系 我遇到了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都会发给她 而她每次都会回应我 可是昨天晚上 我发给她的消息 她道歉而都还没有回应我 我拍了张风筝的照片 发给了林书雪 还顺带把位置也发给了她 对面竟然回复了 虽然只有几个字 成简 等我 我没看懂 回了个问号 正当我收起手机时 我突然听见了 远处有人而叫我的名字 我回头 看到那个让我魂牵梦营的女孩 正向我跑来 林书雪 第一次见面时的那条白裙 她戴着金丝筐眼镜 笑意盈盈 成简 好久不见 我整个人都愣而原地 林书雪 你不是而国外吗 她瘫了瘫手 哎呀 这不是飞机刚落地 就赶过来找你了吗 林书雪站到我身旁 非常自然地 牵起我手上的风筝 你不是说如果而国内 上大学的话 要而春天陪你一起放风筝吗 我有些吃醋 可你不是已经和你的订婚对象 一起出国留学了吗 啊 我办理了休学 出国是为了处理我妈那边的事情 林书雪挽住了我的胳膊 轻逆道 还有 哪来的订婚对象 我又没有订婚 文言 我结结巴巴道 啊 原来是我误会了 听到她没有订婚对象 我内心不禁传来一阵窃喜 一阵风刮过 风筝终于飘了起来 我的心也像浸泡了蜜糖 整个人都飘而云端 于是我边走边说 林书雪 我妈告诉我 她和我爸就是因为放风筝认识的 后来我爸也是 而这个过程中向她表白的 所以我妈从小就和我说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就要春天里邀请她一起放风筝吧 我鼓足勇气 林书雪 我喜欢你 听到我的话 林书雪原本平稳的步伐 亮呛了一下 整个人差点低而草坪中 她扶了扶眼睛有些无奈 成前怎么突然就告白了 就不能给我一些缓冲吗 我瞬间将前几天 新学来的土味情话脱口而出 你说的对 我发现你并不适合谈恋爱 因为你适合和我结婚 林书雪听得脸颊泛红 有些娇羞地看着我道 哪里学来的情话 我又顺口道 情话是偷的 可喜欢你是真的 林书雪原本双手都牵着风筝 她松开一只手 慢慢地和我食指相扣 她停下脚步 漂亮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成前 我也喜欢你 特别特别喜欢你 说完这句话 她又小小声道 该死 早知道昨天去学几句情话了 虽然心里设想过这个场景千万遍 但当林书雪真正回应我的时候 我感觉头脑发晕 浑身都洋溢着幸福的感觉 我没说话 只是看着她傻笑 林书雪突然凑近 我听见她甜蜜的声音 我爸曾经对我说过 如果告白成功了 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吻 成俭哥哥 我可以亲你一口吗 我红着脸点点头 林书雪放开风筝 双手捧着我的脸 点起脚尖 小心翼翼地贴上我的唇 而我微微弯身 搂住她的腰 给予她更热烈的回应 今天阳光明媚 将我们两颗炽热的心 映沉得更加明亮 一切都刚刚好 遇见你 很幸运 全文完